根据世界素食人口报告指出 全台湾素食人口突破300万人 全世界排名第二 平均每10个人就有一位素食主义者 过去以外景节目为主的艺人杨紫怡 4年前开始吃素 放弃了不少美食节目的工作邀约 为的就是一个理想与坚持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最大的理念 就是尊重顺命 爱护地球 对对 因为我希望 我们如果少吃餐肉的话 就一个小动物可能今天就不会被杀害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 不少人担心素食者常因饮食不易 造成营养摄取不足的问题 营养师则建议在饮食中 加强维他命的补充 对一个素食者而言的话呢 我建议他一天的营养素来源 一半来自食物的原型 另外一半呢可以用一些营养补充品 比如说素食者容易缺乏的维生素B12 DHA 钙跟铁对素食者而言的话是比较容易缺乏的 这时候呢就需要营养补充品来获得 那我们选择营养补充品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清楚 如果说我们要摄取DHA的话呢 最好选择有添加红枣的DHA 因为红枣呢除了提供DHA之外呢 也是钙质的非常好的来源 当然呢这里面一定要有V12 因为对素食者而言的话呢 V12最好最容易缺乏 因为缺乏V12事实上对我们神经传导 事实上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工作繁忙饮食不便的杨子一 也开始接触了全台第一间 主打全素食的营养补充品 Vegicare素学系来维持身体健康 作为她吃素后的养生保健之道 你素食者你最一开始最缺乏的 就是动物性蛋白质 那动物性蛋白质它里面有很多氨基酸 是我们会缺乏的 所以我就会开始去补充很多营养食品 可是像铁质啊叶酸啊 这些基本上都会比较需要从动物性里面得到 还有钙质 甚至维生素B跟维生素D 那在吃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复杂 而且很多营养食品 他们可能里面用到的像胶囊 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胶囊 外面是明胶 那明胶的话很多时候是用猪皮 或是反正动物性制品 那吃素的我可能就不小心踩到雷了 可是你吃VHK完全不会 因为在不知不觉中 你已经把每日所需要的营养 都已经补充起来了 我觉得非常方便 里面两颗胶囊 它就已经完全全的包含了 为副部推荐我们国人 每日所需要的营养食品的50% 那如果你一整天可能饮食不正常 或是你没有时间吃饭 你只要吃四颗 这五大的营养补充品 你都已经补充到了 Vegicare 素学系 采用最小号胶囊制成 方便食用营养成分 残造胃腹部 每日营养建议摄取量 主量添加 不含任何动物成分 不经动物实验 不但能针对素食者 营养摄取不足进行补充 更能落实全素食 环保健康爱地球的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